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掀开十善一道经 第十三面 道数第二行 利贪求行 二心事故 偿赴财宝 无能轻度 一切所有 习以会识 信皆坚固之大为力 这是十善的一三善里面头一条 不贪 利贪求行 贪求是一切众生的根本烦恼 三读里头最严重的 成慧 贪不到才成慧 要贪一切都能贪得 它怎么会成慧 所以归根结底 就是这一个字 所以 佛教菩萨 第一条 不识 不识度 尖探 不识能写 能把烦恼的根断掉 这个根断不掉 永远不能入佛门 这个道理与事实 我们都要清楚 所以我们想 欺辱佛陀的境界 坚贪不能不识 坚贪的范围非常广 学佛了 世间法 谁掉 贪佛法 贪心没有血 换个对象而已 能不能入佛门呢 还是不能入佛门 佛是叫我们 血坚贪的心 不是叫我们换对象 那么贪图佛法 古报还是佛报 三界有漏佛报 漏是什么呢 烦恼是漏 你烦恼不断 就是有漏的 那么佛法是善法 所以它得福 能成就你的福德 与功德好不相干 功德是 谁贪嗔痴 才叫功德 谁贪嗔痴 你所修的一切善法 那叫真是功德 贪嗔痴 不死 不行的 所以我们仔细 观察别人 回过头来 想想自己 自己看自己的毛病 很难发心 纵然发心 也不能够 威蜜观察 粗心达意 威蜜观照 不容易做到 会修行的人 没有别的 他就是能够 看到别人 立刻就照见自己 这种人进步就快了 成就也就大了 愚痴的人 只看别人的毛病 不知道自己的毛病 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 齐心动力 把自己的利益 放在最重要 别人的利益 那是第二 第三 第四 觉悟的人 把别人的利益 放在第一 绝不想自己利益 这是菩萨 这个才能够 入得了门 太安球的范围 太广太广 总而言之 齐心动力 这个念头 可以为自己 这里头就是贪求 所以贪求 涵盖了一切的物业 它是一切物业的根本 根源在此地 那么佛在此地 头一个叫我们离开 没有贪求心 而心不失 这是祝福菩萨做的 一丝毫 一丝毫贪求心 都没有 念念为众生 决定不是为自己 由于丝毫贪求的心 给主要说 决定不生智慧 烦恼断掉 才生智慧 由贪求心 舍得再多 佛家将视之便从 这个不生智慧 智慧是从清净心里头 生出来的 清净心里头 决定没有贪成智慧 我们求智慧的人要懂 我们不舍 清净心决定得不懂 没有清净心 你就没有平等心 也没有慈悲心 佛家讲的这些名词 好听的名词 你可以挂在口头上 你的境界 决定是凡夫心 你决定不能够欺辱 换一句话说 你帮助别人有些 为什么呢 帮助自己都帮不了 念佛都不能往生 为什么 念佛都不能往生 三倍往生平里面 你们大家看过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你没有发菩提心 菩提心里头 没有贪成智 有一丝毫 贪成智的念头 那就不是菩提心 你还是轮回心 你还是凡夫心 轮回心 那就造轮回心 就造轮回心 修集一切善法 三界六道里面 向福 得福报 那真的是上则为天王 下则是人间豪贵 你只能得这个福报 可是我们在佛法 勋修这么久 深深的明了 这个四世真相 三界纵然做到摩西 守不落天王 依旧不能超越轮回 那换一句话说 这不是究竟办法 佛法之殊胜 就是究竟圆满 但是佛陀 只能够教导我们 没有办法 带我们修行 佛陀 加辟 众生 保佑众生 就是在教寻 昨天有同学问我 忏悔 我们做错事情 在佛菩萨面前 置心忏悔 能不能消除业障 我老是告诉他 不能 那是行事 你就再做 多少错事情 在佛菩萨面前 发露忏悔 没有用 怎么样忏悔才有用呢 这从前张恩加大师告诉我 后不再绕 这就管用 你知道这次错了 我下一次再不犯同样的过时 这叫真正忏悔 所以 佛家讲的忏悔 跟儒家讲的不二过 是一个意思 过时只能有一次 不能有重复 重复 那就是佛家讲的 叫不通忏悔 忏悔在佛菩萨面前 发愿忏悔 自己以后再造 那岂不是 欺骗佛菩萨 最佳一等 你说的话不算数 说完之后你还犯呢 你说墨雕的菩萨 你都忍心去欺骗他 你就想想 你存的是什么心 你怎么能得到佛菩萨保佑 不可能的事情 佛法里面 丝毫迷信都没有 句句给你讲的是真话 我们要懂得 所以一定要知道 改过自信 永远播放同样的过时 如果一天能够改一样过时 认真努力去改 三年这个人就是圣人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人为什么能成胜成血 做英雄豪杰 没有别的 知道改过而已 改过从根本上改 就是从贪求心上改 于世出世间 一切法都无贪求 你要做到这个样子 世出世间一切法 你就圆满得到 这奇怪了 圆圆满满得到了 为什么呢 你的忘心静了 真一心圆满先前了 世出世间一切法 都是真心所信 世出世间一切法 哪一法你不会不同达呢 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你想贪 你永远贪不到 你所得到的很有信 你把那个贪意放下了 什么都得到 所以 谁得 这个名词是否叫的 谁就得了 你谁多少就得多少 你不肯谁你就一无所得 你能把虚空法界统统写掉 虚空法界圆满得到了 他会议能成法身大死 会议能振圆满佛国 没有点点 舍得而已 佛的话 讲得很简单 很明显 很清楚 真正是 简要响明 问题就是我们听着 会不会 有没有懂这个意思 前面两句 这是总说 偿付财宝 无能倾斗 下面这四句别报 专讲不贪 二心不实 你看 一切所有 是以会识 谁就是放下了 真是智慧 为什么世纪人不肯放下 没有智慧 依旧是自私自利 所以他不能放下 真是智慧 是从清静心的 智慧开了 释出世界法 一切圆满通道 你们看影城回忆录 谭虚法师 讲那个晒蜡烛的法师 你看看这个法师 不认识字 没念过书 他没学过 他为什么能呢 智慧开了 跟慧能大师一样 所以他不是济问之学 他不是进 他不是 不是别人教他的 这个时候 学东西就快了 障碍没有了 我们现在 学东西这么困难 重重障碍 智慧不开 心不前进 就这么道理 他这个老实人 心情尽 他的困难 我们现在明了 他没有烦 他这个是 没有这个一般人的烦恼 他说 如您盖父子心 一旦开悟 事出事件法 一切通大 所以 会议才能舍 没有会议就不肯舍 智慧越大 你就舍得越多 不肯舍 不肯舍 绝定 没有智慧 底下说 信节兼顾 哇 具大威廉 信与节 都是对佛法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 祝大菩萨所说的 他有坚固的信心 他明白理解 大威廉 就是如来果地上 是把不肯法 似无所谓 他虽然不是佛 果地上这个境界 菩萨 菩萨也有 十八不肯法 跟似无所谓 不过没有如来果地上 那么圆满 就像月亮的光一样 如来的光 是满月 菩萨的光 从初二 初三 到十四 真实的光明 那个不是假的 这是自信 自信波弱 智慧 这个是真正的大威力 可以自度 自己超越六道 超越十八界 可以斗叉 有能力 教化一切众生 古时候 古时候 慧能大师 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 持六法师 是清朝末年 明国初 是清朝末年 明国初 这个在佛法里面 叫做正传 他来给我们做正品 我们在今天 最重要的 是要能试 是十五亿 放下 杀到淫妄 免舌 握口其余 贪嗔痴慢 统统要放下 这是舌 你舌这个食物 你就得舌善 舌善用在菩萨道里面 你是真实的菩萨 你不是假的 你所修学的 都是坚固圆满的 这是我们 要认真努力修学的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